天高海阔 张修杰 习近平讲了一个底线思维 以及这个极限思维这个概念 极限思维到底体现了习近平 或者说中国政府对国际环境的判断 有什么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呢 这个所谓的极限思维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准备在多个领域 跟美国发生更激烈的对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习近平 是如何表述这个极限思维的 习近平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 做了一个讲话 在讲话当中 他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 国家安全问题复杂的程度 兼具的程度明显加大 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 坚定信心等等 他说要充分看到自身的 这个优势和有利条件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其实这个话里面有很多用词 习近平过去都讲过 像什么惊涛骇浪啊 风高浪急啊 这些都讲过 但是这个极限思维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极限思维这个概念 引起了各方的猜测 其实解释习近平讲话 或者一些用词 深刻用意的呢 最权威的是中国的一个官方媒体 叫学习时报 这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听说过 在习近平讲了这个极限思维 这个概念之后 学习时报马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谈这个极限思维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呢 什么叫极限思维呢 他说极限思维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或者事物 推置到一个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一种的思维方式 他说白了就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时怎么办 能怎么办 既要考虑力所能及 又要考虑力不能及 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 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好了根据这个学习时报解释 习近平所说的极限思维 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么中国现在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呢 我想如果讲到极限思维的话 美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恐怕是最坏打算 因为如果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发生问题的话呢 这还是中国的内部事情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 曾经发生过多次内部的经济问题 最严重的无非就是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 那是大饥荒饿死了过千万人 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令大家信服的数据 但是中国官方承认了就超过一千多万人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 中国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环境 但是那个时候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 比如说苏联 苏联跟美国当时跟中国的关系都不友好 但是虽然说苏联跟中国都是同属社会主义国家 但那个时候呢 苏联和中国之间已经过了这个蜜月期 但是毕竟苏联也好 美国也好 没有打算干预中国的这个内部环境 也没有打算要推翻中国的政府 那么所以中国面临这么大的困难 那个时候呢 还能扛过来 但是现在习近平所说的这个极限示威 我觉得是一方面中国经济上将会出现一个十分严峻的环境 而在这个严峻环境之下呢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影响或者干预 美国会不会在中国发动所谓的颜色革命 这都是中国县政府十分担心的一个话题 那么既然习近平已经讲出了这个极限示威 也就是说在美中关系上 习近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那么美国在这种情况下 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我们之前讲过也非常明显 就是要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打压 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之后呢 一定会令到中国的对各行各业的这个管理更加严苛 而这个管理呢 又会令到各行各业受到影响 之前因为习近平觉得美国的这个市场环境 会令到中国的一些敏感的数据会被美国所掌握 所以呢 对一些高科技公司来美国上市呢 进行了这个阻止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很多行业呢 也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受到了影响 这个我们过去都讲过 大家都很熟悉了 什么教培行业啊 这些中国国内的政策 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呢 现在最直接的数据就是 大量的富豪离开中国 其实除了富豪之外呢 中国的底层民众呢 也在离开中国 通常这种行为 我们把它称之为用脚来投票 中国在清零政策结束之后呢 很多人都寄望中国经济能够复苏 但是从目前有钱人和社会底层人士 纷纷用不同的方式离开中国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个什么样的判断 根据英国的独立财富研究公司 最近所研究的数据啊 他的分析认为 在2023年拥有百万美元投资资产的富翁呢 将会有1.35万人离开中国 英国这家研究公司 他所说的在2023年有一万三千五百个 超过拥有百万美元投资资产的富豪 离开中国呢 他指的是用合法的方式离开中国 那么1.35万富豪离开中国 是什么概念呢 中国现在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 投资资产的富豪 总共多少人呢 有82万3800人 所以跟这个82万3800人相比呢 似乎1.35万人离开中国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他所说的富人指的是 最少拥有一百万美元投资资产的人 并不代表这些人 只有一百万美元资产 那么离开中国的这1.35万人 他们的资产到底是多少呢 是一百万美元 还是一千万美元 还是一亿美元呢 如果这个数字 我们把它简单的计算一下的话呢 我们得出了结论就是 资金离开中国的状况 将会十分可怕 中国的经济发展 有很多负面的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这个债务问题 这里边既有地方债务问题 也有企业债务问题 那么如果这些富豪离开中国的话 最起码可以造成一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对中国债务的危机 将会加大它的风险 一旦这个中国债务危机爆发的话 它给社会各层带来的这个冲击啊 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这1.35万有钱人离开中国 那么接下来在2024年 2025年当中国经济不断的出现这个下行压力的时候 还会有多少富豪离开中国呢 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 中国的有钱人要离开中国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这家财富研究公司的调查 中国的有钱人离开中国 包括要希望得到更好的资产流动性 能够获取更好的医疗健保服务 以及有更大的政治稳定性 其实我个人觉得更大的政治稳定性 可能是当中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今天在中国的政策变化多端 所以有钱人不知道这些政策的变化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像新东方这样在中国 这么大规模的教培产业 在一系之间就可以几乎资产归零 一系之间就让他们的生意彻底被破坏 那么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这种打击呢 所以在新东方事件等等 包括马云在中国的被整肃等等这些事件 可以令中国的很多有钱人 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富人离开中国 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品质 有所保证有所提高的话 那么社会底层的人离开中国 又是为了什么呢 按道理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他们的生活需求相对要求比较低 所以当中国的一些行业 一些富人受到整肃的时候 按道理说跟这些社会底层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如果他们都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离开中国的话 那么这似乎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前景绝望 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墨边境 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偷渡客 被联邦执法部门所逮捕 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数据 在2021年财政年度 边境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 接触到多少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呢 只有342个人 到了2022年财政年度呢 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987人 而在2023年的前七个月 边境执法人员呢 就已经接触到9753个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中国非法移民在美墨边界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 这也说明了中国的一些基层的民众啊 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生活的环境 已经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态 在这种心态推动之下呢 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用走线的方式 在美墨边境变成了非法移民 如果在中国的生活能够维持的话 我相信这些底层的民众 不至于要铤而走险 所以说我们从富人离开中国 穷人也离开中国 这个迹象来看啊 中国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 那么在接下来美中对抗当中 美中双方又会各自出什么样的招 而这种对立这种斗争 中国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一节我们说 从目前中国的富人大量 离开中国移民到海外 而中国的基层民众呢 也用走线的方式来到美国 成为非法移民 用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确实经济上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这种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呢 折射到社会 就是社会各阶层的民众 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呢 产生了这个绝望的情绪 对社会的稳定 对政治环境的稳定的失去了信心 所以大量的中国民众用不同的方式离开了中国 那么如果中国想恢复到经济发展 能够稳定社会的话 那么美中关系必须要得到修复 但是现在美中关系有修复的可能性吗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 其实我目前真是看不到美中之间有缓和关系的可能性 而中国面对美国的围堵和打压呢 中国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 我想这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这个极限示威 就是在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到来 这个事情上呢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们在中国最近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上 也可以看到中国决心跟美国对抗到底 这也是习近平所说的 要保持有胜利的信心 要看到自己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 中国的优势过去曾经在外交上 我们看到最大的成功 就是中国在中东和沙特的关系呢 有了非常大的进展 沙特过去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 但是似乎现在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有所松动 这样中国呢有了可乘之机 除了中国拉拢沙特和伊朗 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之外 最近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到北京访问 我们知道沙特跟伊朗还算是一个 因为伊斯兰教派所发生冲突这两个国家 但是呢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呢 可以说是死对头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现在领土的争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所以巴勒斯坦在这个时候 总统阿巴斯访问中国呢 习近平表达一个外交态度 那么这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中国能够影响了沙特伊朗阿联酋这国家 再影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话 那么美国在中东的这个战略主导地位将会被彻底破坏 习近平在接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时候讲了什么呢 习近平对这个解决以巴问题提了三点主张 中国在俄乌问题上曾经想扮演一个调停人这样的角色 当然这个调停现在也就无疾而终了 我想中国对俄乌战争的调停也不会有什么新的进展了 但是现在习近平呢又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就是要调停以巴和平 按道理说调停以巴和平可能要比调停俄乌和平可能会更加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 自从以色列立国以来啊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断 它里面还涉及到领土的问题 特别涉及到耶路撒冷的问题 美国在川普时代已经公开承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并且呢把美国大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 那么今天如果中国要调停以巴和平的话 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最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 到底是以色列的唯一的首都 还是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 东耶路撒冷是属于巴勒斯坦的首都 西耶路撒冷是属于以色列的首都 那么中国如何调停这个矛盾呢 习近平在接见阿巴斯的时候呢 提了三点主张 第一个呢 就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这个巴勒斯坦首都 享有完全的自主权 这样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巴勒斯坦国跟以色列国 本来这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承认的 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立国之后呢 巴勒斯坦就一直不愿意承认 以色列的合法存在 总想消灭以色列 但是问题巴勒斯坦加上周边的几个阿拉伯国家 也没有办法消灭以色列 反而在六次中东战争过程当中呢 巴勒斯坦丢失了很多土地 其实以色列也占领了这个埃及啊 约旦的很多土地 但是以色列为了外交格局的考虑 把约旦和埃及的一些土地的归还给他们 但是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土地 包括一些叙利亚的土地 一直没有归还 这就是中东局势一直紧张的原因 那么现在如果中国承认这个东耶路沙冷 是巴勒斯坦的首都 承认1967年的边界 那么中国如何要说服以色列 接受这个和平条件呢 这一点我真是实在没有办法理解 习近平的三点主张的第二点呢 是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的发展援助 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那么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停滞的状况 一直靠国际社会的援助来度过基本的民生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谁去援助巴勒斯坦呢 美国不可能 因为美国站在以色列的一边 那么欧洲国家呢 也不愿意援助巴勒斯坦 因为巴勒斯坦毕竟在跟以色列的这个领土争端过程当中啊 巴勒斯坦有很多恐怖主义组织在产生 所以说欧洲对巴勒斯坦这个政权啊 可以说勉强承认一向不予支持 如果是要对巴勒斯坦展开人道援助 经济援助的话 那么是不是中国又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以中国现在出现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中国还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吗 如果中国不能够兑现这个承诺的话 巴勒斯坦跟中国的关系 还会有这种战略同盟伙伴关系吗 因为在这次会谈当中 习近平跟阿巴斯宣布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既然是战略伙伴关系的话 那么中国的外交立场也就非常明确清晰了 那么这个立场能够说服以色列 接受这个和平谈判这个建议吗 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难 习近平的这个第三点呢 是要坚持核担正确的方向 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 历史上所形成的现状 摒弃过激和挑衅的言行 推动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 这个所谓的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更有影响 当然针对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一向在中东有它的影响力 过去美国可以说控制了中东的整个战略局势 习近平所提出的更具权威 更大规模更有影响力 当然是要把美国排斥在外 所以我们从这个巴拉斯坦总统阿巴斯 到中国的访问 可见中国在国际战略上跟美国的抗争丝毫不放松 美国面对中国在中东 不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会不会听之认之呢 因为大家现在都以为 美国对石油已经不是那么重视了 所以中东也不是美国的战略侧重点 反而印太是美国比较关注的 但是其实美国在和中国竞争这个事情上 可以说一点都不放松 中国不是拉拢了沙特跟伊朗 拉拢了巴拉斯坦 美国最近也马上采取了外交动作 就是悄悄展开了跟伊朗的谈判 美国跟伊朗的谈判 不是一次两次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这个谈判永远都不会成功 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互信 可以说几乎归零 但是最近拜登政府使出了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是什么呢 美国扣押了很多伊朗的资产 当中就包括了一些外国政府 应该付给伊朗的美元或者是欧元 最近拜登政府放行了伊拉克 为进口伊朗的电力和天然气 应该所支付着25亿欧元的一笔款项 这笔款项美国归还给伊朗之后 马上得到了正面的效果 伊朗的最高宗教精神领袖 马上说和美国达成这个核协议 没有什么不对的 这可是伊朗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外交态度 所以说美国现在利用放行了一些伊朗被扣押的资产 似乎让美伊之间重新获得谈判机会呢 有了转机 很明显美国这个做法就是针对中国的中东政策 我们从这些两国的外交行为可以看出 美国在和中国在国际战略上的竞争丝毫不放松 所以说美中之间既然在国际战略上不断的针锋相对 那么习近平所说的极限思维呢 让我们想到了中国似乎已经知道 跟美国的军事冲突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残酷的客观现实是 只要中国觉得跟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中国不怕这种军事冲突的话呢 那么美中之间军事冲突的几率呢 又有非常大的提高 我们真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国际局势可能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